好 那麼這個林楚音委員說 這個CDC所說到的新北市衛生局 說六點三十七分就通知說恩恩 已經在六點三十七分送到ICU 那這個侯友宜說 張官李戴混淆視聽胡說八道 那我想請要恩恩的爸爸 這中間的落差 你有沒有想要了解什麼 我有看到CDC的記者 我有看到莊翰副指揮官他的說明 那其實我聽起來是 從事件到現在 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給過CDC 正式的調查報告 他們的通話都只是用LINE 還是簡訊之類的去做溝通 所以其實我覺得新北市 這種隱瞞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說在第一通我老婆的求救電話 5點59分的時候 就已經告知消防局是昏迷 他有沒有轉達給CDC 所以關鍵時間是 新北市政府到底有沒有告訴CDC 可能是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是昏迷 這才是關鍵 那新北市的所有內部的調查報告 有給你看過嗎 沒有 至今從頭到尾 我跟大家說明 我有的調查報告是消防局的四張A-folds 衛生局的兩張A-folds 都是很簡略的 很像通靈的聯繫列表 連中華電信佐證那些都不願意給我的 那有什麼詳盡的調查報告 我完全沒有 我全部的訊息都是吹哨者 或是大家抽吃剝繭幫忙我整理出來 今天我終於看到國家的公權力 要幫忙介入去調查這件事情 我看到CDC有要求新北市政府 提供恩恩送醫的所有 持續的詳盡的調查報告 我要特別要求CDC 第一個 新北市政府現在完全蓋牌的部分 是在中和衛生所或衛生局 聯繫不到的失聯55分鐘 這段關鍵的時間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完全不願意提供相關的佐證 第二個 衛生局跟新北市狹下醫院 不管是雙和醫院 或是中間是不是有聯繫的其他醫院 這些的通話的錄音 或者是通話的記錄 或是案件的相關記錄 完全也都是蓋牌的 這部分的調查報告 新北市政府一定要提供出來 這才會讓整個真相是還原出來 我希望國家的公權力能幫忙我記錄 畢竟這一個多月來我身心俱疲 整個新北市政府沒有提供過任何一份像樣的報告 都是推脫拉說了一個謊 用更多的謊來圓 圓不了就整個蓋牌了 我真的是很無力 我不知道已經顯示了揭露了這麼多證據 感謝這麼多吹哨者大家都有幫助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很無力 面對這樣子掌握這麼大公權力的政府 我們一般小小百姓的性命 既然是這樣子的被對待 連我想要知道的人送印真相都無法得知 我不知道這個國家如果在這時候 沒有幫忙把這些調查出來的話 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我不知道 你身心俱疲我想就是非常非常的疲累 那會有一度想要放棄嗎 不會可是其實我還要回去上班還要回去工作 可是這個政府就是拿著公權力在跟我耗時間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泯滅良心 不把人命當作一回事 據我知道的可能還有其他的陰檔 可能都還沒有全部的顯露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衛生局手握派車的SOP 竟然可以失聯了 當下的防疫指揮官到底是誰 誰制定這個SOP都要在他們整份報告裡面相識的表達出來 羅列出來 這才是全部的真相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終於有一點幫助我看到 國家的公權力要介入調查 這是讓我比較覺得欣慰的地方 不然我真的覺得今天人的事情 就被他們這樣糊弄過去 以後這個台灣社會還有公理跟爭議存在 那在跟新北市政府周旋的過程當中 他對你的這樣的對待 你會氣到哭嗎 夜深冷靜或是我一個人督促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在崩潰的狀態 崩潰的狀態 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不明不白的 離開了 然後這81分鐘沒有任何的政府單位 可以清楚的詳細去解釋 用蠻憨所謂公權力的方式在對付我 任何一個父親或任何一個家庭遇到這樣的不公義的事情 一定都是很不甘心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覺得快一個月了 我還是覺得很疲累 是 這個你真的是太辛苦了 那你自己身體也要保重 因為這個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民調 說侯友宜的信任度大減 他的支持度也大跌 那麼這樣的致命傷 恩恩案的這個致命傷 風暴恐怕延燒到2024的大選 其實也不止2022 因為吳子嘉先生有說2022、2024都有影響 來 我們來看Vixia 未來智慧學校在新北 體驗智慧學校新科技 新北市長侯友宜和小朋友 共同競賽答題還拋出大禮多 要4年國日20億的資金 來讓我們的工作更有效率 砸20億家會孩子 但已經離開的恩恩 享受不到這項政策 根據最新民調 多達6成4新北市民 認為恩恩被延誤送醫 有4成4民眾 不滿意市長侯友宜的後續處理 比起滿意的多出10個百分點 這起事件導致對侯友宜不信任的人 增加三成 民調向來穩坐第一的侯友宜 在恩恩事件翻船 黨內同志也疑惑危機處理 是這樣做的嗎 一個小生命的一個失去 我相信會觸動很多 年輕父母親的心 考量到社會的一個感受 還有溫度 我覺得是否應該做出一個直學的 該誰下台 或者是該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理 或者這件事情是沒完沒了的 恩恩按拓了兩個月還沒了結 反觀25號新莊火鍋店 遭惡煞闖入砍人 後移迅速發文表態 治安不容挑釁 大批網友湧入留言 等你自己破了恩恩案 再來講嘲諷侯友宜 處理恩事件 有這麼積極就好了 他們明信高民調 然後對危機的性質沒有判斷清楚 他是啟動所謂痴案模式 過去警戒的一些漏洗 想說這些事情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我覺得這是侯友宜的本性 出身警察第一時間排版 鄉庭警銷 後移的決策圈 副市長劉和然主折市政工房 新北市府副秘書長張祺強 負責市政工房和媒體處理 而研考會主委林峰玉 則是處理黨政和各機關 恩案從市政書師 一路醞釀成政治風暴 和侯友宜的決策核心 難脫關係 用人不疑 但這不疑的結果 就是民調州信任感的大幅流失 民調我都非常的尊重 我現在是新北市長 我要率領了團隊 把每一件事情更要做到貴 做到好 官樣十足的侯氏發言 過往或許有效 總讓挑戰打在棉花上 但恩案錄音檔曝光 形同對全民直播 後移的小圈子決策 過程結果都慘烈 一步錯不補錯 好了 宜江今天要補充 我剛剛看到恩爸爸那一段 真的是憤怒從心中來 因為我曾經洪中秋花出了事 我去當這個旅長 所以我很能感受 做家屬的感想 我講什麼叫好人 什麼叫用心的公務員 就是你不要讓那些壞蛋 繼續圖害市民 所以大家不要看說 好像侯市長一直在講說 我要跟我的團隊站在一起 這些團隊 你如果是在幫市民做事 你是好的團隊 你是盡責的公務員 如果你再幫一個人 再泯滅人性 再讓恩恩爸爸永遠找不到他的真相 你是幫兇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說被侯友宜嚇到 好像說我把第一線公務員推到第一線 警銷衛生員都很辛苦 所以你們不能罵 為什麼不能罵 我告訴你們 如果這群人 你是幫著侯友宜在做壞事 你就是混蛋 我跟你講你就是混蛋 你看恩爸爸 一個多月一個人 而且那個夜深人見 我侯友宜 他已經陷入了一個瘋狂的狀態 就是不認錯 可是我跟你講 他也掉進了一個很大的危機 當年洪洞球就是這樣 把國防部整垮了 國防部喔 比你整個新北市大多少倍 我告訴你 檢調都整垮了 整個軍檢消失 所以我講 新北市的檢調單位 地檢署 不要殺到你身上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是侯友宜的事 是侯友宜市府錯誤的決策 第一個所有公務員拿出你的良知血信 你是領人民的錢 你是幫人民做事 不是幫何友宜做事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幫何友宜 遮蓋這個不對 遮蓋這個羞恥 我告訴你 你全部都賠進去 你的一輩子的清白 你一輩子為民服務的良知 你會痛一輩子 這個剛剛我看那個柯智恩 也認為該下台就下台 應該 這是國民黨的 有良知的人終於醒了 連李明賢 連那個黃靖平都要求那個消防局長 跟衛生局長下台 立刻下台 立刻下台 可是只有在新北市的國民黨的議員 不敢要求侯友宜來做專案報告 更不用說下台的事情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就是只有民進黨籍的議員在做 那袁志偉希望說 你不要在節目上面講的是一套 但是你回到議會之後 又是另外一套 那這件事情非官藍綠 而你的爸爸非藍非綠 這件事情就是他只要要求孩子的公道而已 不要把他犯政治化 思維 我覺得葉元之葉議員真的是得到侯市府的爭傳 就是大家在討論A的時候 我們就用BCDEF 圈遍地開花 然後我們的焦點就模糊掉了 很清楚的新北市政府慣用的手法 也是一向如此 就跟陳潤秋今天大家 叫他交出通聯紀錄 叫他交出中和衛生所的狀況 他跟你說我們那天很忙 我們有幾萬人居家 你看是不是完全如出一策 就是不想讓你把聚焦聚豪 大家追那個問題 他要把他遍地開花 我覺得這很可惜 因為大家你來看 我剛剛說那個民調 侯友的信任度下降這麼多 我就只問一句嘛 今天侯市長 侯市長出來回答的時候 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我非常能感同身受家屬的狀況 侯市長在輿論鋪天蓋地 大家已經看到真相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他還有這個臉皮說這句話 如果你今天真的感同身受家屬的難過 你就把資料拿出來 剛剛恩恩爸爸已經講到一個一個男生 在電視上公眾媒體上面 已經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所以他崩潰了 是這樣的狀況 你能夠感受的話 你就把東西拿出來 你在這邊電視上講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今天我們事實已經拼湊得越來越完整 吹哨者也都站出來了 就是這麼清楚的狀況 那麼你為什麼在後面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叫做掩蓋事實 你到底是要保護誰 剛剛的場景就回到了侯友宜 他所希望發展的一個情況 就是把他變成是藍綠之間 對啊 對 只要變成藍綠之間 就模糊了焦點 然後他一直要表現說 他是為了基層扛責任 他是鐵漢 只有肩膀 其實不是嘛 他把所有一切都拿到第一線去 所以第一線是被他消費的 但是他就在玩這一招 然後玩這招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到宇嫂講的是不對的 這不是警察 我們警察沒有那麼壞的風氣 這是國民黨傳統的風氣 剛剛將軍講到洪仲秋 場合很重要 你表態場合 洪友宜今天有在市政會議上公開的講說 恩恩的事情沒有 他就是人家賭麥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 他沒有選擇是他是新北市市長 正式的場合回應 就跟洪仲秋的時候 馬英九一模一樣 馬英九道歉是什麼時候道歉的 國民黨中常會 他在國民黨中常會 他說的是我身為三軍統帥 對於這件事情下面的官員處理的不好 我真敢道歉 你是三軍統帥 你就應該在總統府嘛 恩 所以其實國民黨都在玩這一招 就玩這一招就是他選一個不對的場合 找了一個好像大家回應 但是就像這個 所以其實侯友宜就是一個馬英九 一個馬英九 國民黨這個 其實侯友宜就是權貴人 權貴人是怎麼 我犯的錯也不能認錯 認錯跟老百姓認錯 你看馬英九到過線嗎 沒有 為什麼不能到線 因為他們內部那種封閉性的政權 你犯的錯就是有污點 將軍最清楚 軍隊也是這樣子 你有污點 你一輩子將來會鬥你 所以侯友宜不在乎老百姓 他在乎的是國民黨內部 其實侯友宜就是本身的一個 他不是本土籃 他就是權貴籃的心態 但是老百姓有沒有看到 就回到了那個民調 那個民調你說才降七點六 我跟你講 我看了那個污子家 這民調看了這麼多年 那很恐怖 侯友宜要小心 因為通常我們在做信任度的民調 你看那個 能夠掉到三 掉到四 掉到五 不簡單 一次掉七點六 所以其實侯友宜是重傷 侯友宜重傷 對他來講 他當然就是 但是他這時候的重傷裡面 他的選擇 他不是去救那些選票 他是鞏固回來 轉身回來 向深藍 所以會看到深藍的一些媒體 開始講說侯友宜有guards 侯友宜對抗 因為今天都是你們這些綠的台 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他變成是深藍的一個戰將 對侯友宜來講 這是我覺得最可惡的 侯友宜知道他的選票在流失 他的選民對他的信賴是掉的 但是他這個時候反而是轉過身來 擁抱深藍 成為深藍的戰將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人其實內心裡面 其實他真的有感同身受嗎 他的感同身受跟馬英九一樣 感同身受 那這個是民調 就是這個美麗島電子報說侯友宜 他這個大概八個月前 他的信任度73.1 那現在是64.1 大概掉了9%左右 那比上一次民調兩個月前 他掉了7.5% 信任度 那他的不信任 這個大概都是11.2 15.0 10.9 11.8 現在23.3 兩倍 不信任其實增加了超過兩倍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 那至於這個台灣新政協會說 他有沒有沿路就醫 說有的64.4 說沒有的大概15% 對侯友宜處理恩難滿意嗎 說滿意的31.4 不滿意的44.1 這樣 所以對侯友宜的信任 信任感變少的大概有三成 沒有改變的57.4 信任感變多的是4.6 好 那今天 對不起不是今天 是昨天 封傳媒這樣寫 說在恩恩案通聯錄音內容 在媒體披露後 藍營內部對新北市政府的不滿 瞬間引爆 有人痛罵侯市府危機處理0分 竟然讓一件明顯可控的疏失 演變成可能影響藍營年底縣市長選情的重大危機 所以這牽動的是整個選情 不是只有侯友宜 一位國民黨黨務人士說 真的很糟糕 因為侯友宜本來是藍營 打北北基陶選戰的主引情 尤其是桃園的張善政跟基隆的謝國良 都得靠他的高民調來帶動氣勢衝票 如今主引情受順 侯友宜勢必要花更多的心力修復聲望 並且強化固守自家的地盤 能幫臺北市桃園市跟基隆市 佔有的力度就會減弱 這對國民黨北台灣選情是一大利空 他說近日上政論節目 試圖為侯市府辯護 卻被圍剿得滿頭包的國民黨名代 及青藍名嘴 往往下的節目就滿肚子火 找人抱怨 第一句話就是侯友宜怎麼回事 他是認為自己聲望高票太多嗎 這不是危機處理 這是政治自殺 一位國民黨前党部高層說 台灣政壇上處理類似的危機 早就有一套不能說出口的SOP 那是什麼 那就是切割調查 找人負責 然後道歉收尾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也要請教一下蘇維 為什麼他都不處分那個那兩個局長 這個我對國民黨了解 我想說這個新聞太有趣了 有趣是在哪裡 其實黨務真的這麼生氣嗎 黨中央這麼生氣嗎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將來新北市 新北市選的沒有比前好 侯友宜的錯 桃園張上正選的不好 侯友宜的錯 基隆是侯友宜的錯 我就說這國民黨的黨 那個權貴的文化 跟我們一般的想像不一樣 他這個時候就講了 你侯友宜 你以為侯友宜會當領頭羊嗎 從來侯友宜這個個性 就是他自己歲月俊好 他在過去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不沾鍋 所以其實國民黨突然講這些話 他的意思是什麼 黨務中央就是說 都是你侯友宜的錯 好選不好是侯友宜的 選不好是你侯友宜的錯 這叫做先甩鍋 你侯友宜不沾鍋 我就給你甩鍋 再過來呢 誰說台灣有這個SOP 台灣人民是完全被你玩的嗎 他剛剛講這什麼SOP 就斷尾求生 斷尾求生這一套是台灣人 接受的SOP 不是嘛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什麼 國民黨黨中央 這個時候有很多人 其實就看到說 我趕快的踩你侯友宜 所以你會看到說 其實這不是藍綠鬥爭 這是國民黨裡面為了二零二四 他們裡面的可能的人選 在互相鬥爭 侯友宜已經成為今年國民黨 年底選舉的戰犯 就到之後我們的基隆 臺北這個新北桃園 甚至到新竹都選不好 你侯友宜就是要負擔最大責任 朱立倫是黨主席 有出來講句話嗎 沒有 朱立倫從美國回來隔離 也隔離夠久了吧 怎麼最近沒看他講講過任何話 他說誠實面對就會獲得支持 對 侯友宜是誰 侯友宜是你八年市長的副市長 跟你是每天都要見面的 情如兄弟 哪有情如兄弟 朱立倫垮的時候 侯友宜是怎麼成人 可是問題是 兩個人從肝膽相照變成肝膽劇烈 所以你看現在為什麼 朱立倫在旁邊看好戲 當初你怎麼搞我的 那我現在就是加倍奉還 所以你看這個朱立倫這個中國 這個國民黨裡面現在已經把侯友宜 當作是替罪羔羊 那我覺得侯友宜真的要小心 如果你到最後真的北區 哪個地方選不好的話 你可能就成為重死之地 可是我覺得那個市政府團隊 新北市政府團隊 看起來自我感覺很良好 因為這是今天的報紙 今天的聯合報 這個關於恩恩的案商民調 侯友宜自己說尊重努力做更好 重點來囉 重點是這邊有個市府幕僚說 侯友宜的民調現在在藍營還是穩居第一 講到這裡就算了 他下面自己還有他下面自己還有寫什麼 下面自己寫說 尤其是在二零二四選總統的選項 和賴清德也同時並列在領先區 我不太理解 新北市政府的幕僚出來替侯友宜撇責任 還要講到二零二四選總統 他的心智已經就在那裡 這就是剛剛我跟侯一哥 我很想跟侯一哥講說 我其實看了那麼久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想說 奇怪侯友宜跟陳潤秋陳局長 有那麼好嗎 為什麼一定要保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用全部的力量 還要這個消防局的名譽也就不要了 我就保衛生局 後來看著看著我才想到了 我們地方坊間傳言 其實侯友宜是要職工總統大位的 可是要職工總統大位的話 新北市這個基地不能放 那要派誰 就是派他那個副市長 那這個副市長是誰 這個副市長就是專門督導衛生局的 就是劉副市長嘛 所以其實你整個來講 你其實根本就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我 所以處分陳潤秋 其實就是處分劉和蘭 他就不能選了 這事實上他就大傷 可是侯友宜 他們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要選二零二二 還是要職工二零二四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確定 所以你當每次問到侯友宜 要不要選連任的時候 其實他都沒有講 他就說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你有看到哪一個市長 要到已經到現在剩五個月了 還不宣布要不要連任 這實在是太奇妙了 但是恩恩這件事情 會對於他的選擇會造成影響 就是說當你要選擇二零二四的話 但是恩恩的這件事情 你的危機處理能力是有問題的 大家看到說你以前有這個 好像有中間選民 甚至有一些潛綠的支持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都沒有了 這些潛綠的或是中間的 看到他的信任度掉到這麼多 就知道說大家對於侯友宜的信任感 完全都降低了 那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都沒有處理好 恩恩這件事情沒有藍綠 我們是盡到這個議員監督的責任 那並不代表說這件事情代表藍綠 這件事情我說過了 就代表一個手無寸鐵的爸爸 他想要追求真相 但是這個手無寸鐵爸爸 遇到新北市政府這麼龐大的一個機器 把他壓下去 人民會同情恩恩爸爸 人民會對於侯友宜不信任 所以說當侯友宜還在想說 二零二四是不是有機會的時候 我認為他二零二四是沒有機會的 他二零二二才有辦法再繼續連任 昆仲兄 這是國民黨的發言人江宜貞 他反擊說即使民進黨全黨從上到下無差別攻擊 仍無法撼動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的傲慢 他就覺得說好出了一條人命 但是侯友宜好像沒怎麼傷 如果國民黨還是用這種思維 覺得說好反正我的民調有六十趴七十趴 就算少個十趴 我還是有過半支持的話 那就是這樣子做 那所以說如果他們硬要這麼做 還是這麼傲慢 然後對待所有的市民 對待恩恩爸還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信任感會是一點一滴流失掉的 這個昆仲兄可能不夠了解國民黨 我比較了解 國民黨沒有這麼 段數沒這麼低 國民黨會出來說 你們民進黨鋪天蓋地打侯友宜 就這點力量而已 沒有差 沒有傷 侯友宜不夠將你打不垮的 要再用力點 你知道嗎 你真的認為國民黨在護侯友宜嗎 他沒有在護 而且侯友宜也不希望國民黨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這件事情是藍綠對決 他們一直希望把他弄成藍綠對決 這樣子對侯友宜才沒有傷 他不希望侯友宜沒有傷 國民黨一點都不希望侯友宜沒有傷 因為去年二零二一的十二月 國民黨在推四大公投的時候 侯友宜有挺國民黨嗎 叫你到前面那個大中自政下面去 去這個這個樹 在那邊夜樹 挺個四大公投一起站台不要 他跟你說歲月靜好 我跟你講現在國民黨的發言人出來講這句話 我一點都不難理解 那叫什麼你知道 你也有今天 真的 創下哥應該可以認同 你也有今天 你真的以為你刀槍不入 你真的以為你鐵漢柔情 我讓你鋼筋鐵骨一樣生鏽 因為這一次不是傷到藍皮而已 上次侯友宜在二零二一的十二月 他的那個信任度有掉下來 為什麼 藍皮傷掉了 因為你不挺四大公投 大家覺得全國民黨在搞你也不挺 你到底是藍的還是綠的 歲月靜好 沒差傷六點一趴 他不痛 這一次 如果你跟去年的八月份比 侯友宜的信任度是掉了十五點八 二零二一的八月份 他的支持度高達八十三點六 現在掉了十五點八 他不但傷了藍皮 他綠骨也斷了 那些曾經支持他的綠骨也斷掉了 所以侯友宜擔不擔心 他有在擔心 他如果不擔心 不會跳針式的回答 那接下來我們來關心臺北市 因為臺北市的副市長黃珊珊 他日前去視察士林市場的公務行程 民眾黨議員兩位到場去陪同 那臺北市政府 因為他涉嫌違反行政中立 所以臺北市政府今天再度提交了 是否違反行政中立的書面報告 那這個報告裡面說黃珊珊的視察市長不是屬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說的辦公活動場所無從限制身著競選背心的參選人進入 至於議員參選人你要發文提到我黃珊珊 那屬於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 這個事情說一下 這個國民黨的王志斌 把這個報告撕掉以後丟進垃圾桶 來 我們來看什麼 強辭奪理 一派胡言 這個報告今天要到後面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王志斌 當著副市長黃珊珊的面 直接把行政部中立報告丟進垃圾桶 黃珊珊第一時間眼睛瞇了一下 看起來有點尷尬 寫得很好看 但真的笑死人 看起來很好 少個時間點斷掉吧 做二搶一啦 跟我們民進黨提名的人有機會啦 論議員一席話 現場哄堂大笑 黃珊珊確實放眼年底 首都市長選戰 不公開視察行程 還有民眾黨小雞隨行 被質疑洩漏行程服選 黃珊珊辦公室 將相關報告送至議會 強調不是公務員 洩漏資訊 直指現場又張貼紅紙 對外告示 黃珊珊 惠麗玲 不可能是從這個紅紙去知道 難道他是早上去買菜的時候看到嗎 要掰理由 我覺得至少也掰一個比較好一點 你們居然說 民眾黨的參選人 是貪商通知他們去的 難道國民黨 民進黨 五黨籍 都那麼沒有人員 真的讓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黃珊珊陷入行政部中立議員 跨黨派議員情轟 她面無表情回應 不斷強調自己只在乎眼前工作 妳有沒有在群組裡頭 妳有沒有在內部裡頭 去跟大家去提供民調 然後說妳有可能會當選 然後去談一些選舉的事情 有沒有 沒有傳過任何民調給任何人 您到底有沒有打算 要參選一二二六的市場選舉 如果我參選我就會辭職 那妳會不會不參選 如果我生病了或倒下去 當然不會參選 黃珊珊一面被質疑 獨厚民眾黨參選人行政不中立 一面自己是否請辭說不清 最後讓爭議持續燒得更旺 所以今天這個報告的重點 就是說我沒有發採訪通知 而且它是個不公開行程 那麼議員他們從別的管道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請教一下這個元祖雄 你也是議員 你覺得他這樣說 你怎麼接受 當然不能接受 那公務行程 他第一 他根本不發公開行程 他不想發公開行程 要私下行程的目的就是希望民眾黨 就他們兩個來嘛 因為如果說有公開的話 可能其他的議員都會來 他就不能夠專心照顧那兩隻小雞 那不公開又只通知他們兩個 才能夠達到最大的照顧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講什麼都是硬拗 說什麼可能是攤商通知 這怎麼可能的事情 你今天在在地所有的議員 已經經營那麼久了 然後比不過那兩個人的消息 那兩個人消息比在地議員還要零通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覺得黃珊珊今天會這樣講 他就沒有要辭的意思 他就是說他就是要做好市長工作 但是現在他做所有東西 其實都在為他選舉佈局 但是他都可以包裝成這個是市政行程 他已經藏到甜頭了 因為他今天去市長拜票 他可以坐公務車去 然後後面跟的都是公務人員 如果他變成候選人的話 沒有公務車坐 然後助選人要自己請 而且搞不好人家不會因為他是副市長身份 特別李玉他 他現在選到站在那個位置當然是很好 我覺得這睜眼說瞎話 這是黃靖穎 六月十二號的臉書 週日的早上跟著黃珊珊副市長的腳步 一起來市林看看胡華市場跟這個華融街市場 希望能透過一點一點的改變 什麼什麼什麼 他跟著他的腳步 然後把他公開了 說這個我也沒辦法 這是言論自由 毅榮你怎麼看 我想我先很簡單說明一下 黃珊珊副市長 他是現任的副市長 他用他的行政資源去跑地方行程 那他只有讓他自己民眾黨的兩位議員 兩位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知道 那跟著他去跑行程 他確實行政不中立 但是他行使他 副市長是他的法定職權 但是我要講的是社會觀感 因為我本身也是候選人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現在在地方跑行程 我們就發現 因為現在台中市的市政府執政 是國民黨在執政 很多行程就會只讓國民黨的議員知道 那民進黨的議員 甚至是我們是候選人非現任的 我們就問說奇怪 為什麼這些行程都只有國民黨的議員有到場 那公所辦的行程都沒有告知我們 他就會是公所就會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議員候選人 因為你還是候選人 你不是現任的 那我們就反問 為什麼其他區的議員候選人 國民黨籍的你們就有通知 甚至可以站在市長旁邊 那反觀現在黃珊珊就是用一樣的態度 就是對待自己人就多加疼愛 因為我要讓你們當選 來當我的小雞 我當你們的最強母雞 黃珊珊現在在臺北市 就是柯文哲的代理人 他就是用他副市長的職務 在跑地方的行程 要不要選臺北市長 保證絕對參選 兩位黃靖穎學姐跟陳思雨 都是柯文哲市長任內市府任內的機要人員 還有一位是當過管理局局長 官傳局局長的 你說這不是他的心腹嗎 所以黃珊珊 他有沒有行政不中立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當然副市長的職權這個 他去行使他的法定職權 但是議員們 尤其是候選人們 其他人一定會有意見的 你為什麼行程只透露給某些候選人知道 然後是副市長的行程 甚至有媒體的曝光 只有某些議員候選人 然後還請科長拍照 對啊 然後你說不公開 那為什麼黃靖穎還把他放在臉書上面 成為他自己臉書上面曝光 宣傳自己的一個光環 所以從這個種種的跡象來看 民眾黨真的你要操作 你要輔選 也不要手段這麼粗糙 讓人家看得真的很唾棄 那這個是TVBS 昨天公布的民調 說現在這個蔣萬安是39% 黃珊珊24% 陳時中只有18% 15%未決定 那把這個過去幾次 從109年4月到111年6月 所做的這個民調 陳時中從49、37、35、29 現在剩下18 一直掉一直掉 蔣萬安從35、50、43、40 現在39 黃珊珊從9%、12%、19%、24% 我想請教一下緬鳳 所以陳時中也沒記了 那按照TVBS 陳時中沒記了 對啊 因為他的18% 就跟二零一八年的這個姚文治是差不多 對 姚文治十七八多 對對 那就是說 那我們提名陳時中要幹嘛 對 那就提名另外一個姚文治 那就不要玩了嘛 那事實上T台這個民調 那為什麼陳時中說要去選 他們又說叫他留著 對啊 那就是很矛盾嘛 那所以我覺得打心眼他們就是害怕陳時中 那我覺得T台這個民調 他的基本的樣本數 跟現在台北市的政黨樣本數 根本就不符合 因為他們現在他做的是 國民黨是22% 然後民黨只有19% 那事實上在台北一般做民調 民進黨的這個基本支持度 跟這個國民黨支持度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你這樣的話就差了3%以上 那你這個你又把這個民眾黨的這個支持度 要不然就是提到14% 他有14%嘛 可是一般在做這個民眾黨在台北 大概只有10%左右 所以他又把黃山安做高了 那如果因為他現在沒有公佈 都現在為什麼沒有他公佈詳情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他黃山安下面 一定又掛一堆民進黨的支持者 民進黨的支持者 就是在這個台媒被提名之前 他就說我永遠都支持 我到目前為止我永遠都支持黃山山 你去問那個民進黨的 從高官到那個基層都一樣 那你認為 要問我就是我就支持黃山山 如果是陳時中選民進黨在台北市會拿幾票 拿幾% 我覺得一定是超過至少是李應援以上 那我覺得這個這個局到最後 因為黃山山我覺得他就是在耍賴 我覺得他越來越像柯文哲 這跟我以前認識黃山真的差很多 我覺得未來還是藍綠對決 我坦白講我就覺得就說 他我覺得黃山山現在當然就說 這個趁這個陳時中的這個比較低的時候 他好像有浮起來 可是你現在我們在做一般這個議員的民調 順便問市長 這個昨天T台做的民調就是等於大安區的民調 然後我們如果在中山大同這些比較偏綠營的 陳時中還是第一名 只是林先生比較少可能零點幾這樣子 可是他還是第一名 所以你未來陳時中正式宣佈參選之後 我覺得他民調就會大幅的提升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們還是科學一點 因為我覺得有些民調講實在話 那種工具性太強了 這是蘇金昌2010年算 台北市他拿大概44% 我們把他四十五路的話 43.81 44% 楊文治那個就不準 因為那一年這個柯文哲也很多綠票 那麼阿扁 1994年也是拿44% 44% 再來是1998年阿扁和馬英九 那年他拿46% 45.91也四十六 李應元那年最壞 李應元拿36% 35.89 謝長廷2006年鐵細載1% 四十點八九 我把這六個把它加起來除以六 真正得到的是四十二趴 不是 我要講一下 這是民調 那個是真的投票 對 所以說這個民調就是做參考 你應該把那個沒有回答再除一除這樣 那個不值得參考 就是沒有 你要看他的樣本數的基層 他有什麼錯誤 他會有什麼不符合現狀的情況 然後我們就知道他的這個偏差值在哪裡 那我們如果依照那個投票率 我們一定有 這個陳時中 不是我們 是陳時中一定有四成的 我認為四成以上 對 四成以上 所以一定是藍綠對決的 所以四成以上 如果這個黃珊珊拿兩成 那就是陳時中跟蔣萬珊拼了 對 所以關鍵真的是在黃珊珊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 今晚告 好 那麼說今天有個新聞 是陳時中的太太已經答應讓他選市長了 太太點頭了 那這是他二十年的好朋友 鑰匙公會的理事長黃金順出來說的 那另外林佳龍他自己也很想選 林佳龍的話倒很值得解讀 等一下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不惜 被問到北市人選是不是屬於陳時中 總統笑而不達二十六號鑰匙公會活動 總統蔡英文 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都到了 但和一屆最密切的活動 衛福部長陳時中卻缺席了 陳部長有跟我私下有過電話 因為確診的關係是自主管理最後一天 如果昨天他到鑰匙公會這個沿遊會 大家會用放大件來看這個問題 透露陳時中謹慎就是要避免還沒正式出展 就被人掌握把柄 和陳時中有超過二十年交情 鑰匙公會理事長黃金順更說 兩人私下怎麼可能沒聊到選舉 跟我聊到的部分包括整個臺北市的市政 他對他太太的意見是相當的尊重 陳時中參戰北市有譜 因為最重要的人已經點頭 隨著疫情穩定指揮中心宣布 他不再固定出席記者會 民進黨基層也持續備展當中 不論是LINE還是聯書 陳時中的後援會都已經成立 成員超過兩千人還在持續增加 傳說英細邦陳時中物色的競選辦公室 就位在長安東路一段上交通便利 而剛好小英教育基金會 就在同一棟大樓裡 傳出徵召陳時中選北市的時間點 可能落在七月十七號左右 剛好是民進黨全代會 負責選戰規劃的正式英系操盤手洪耀福 台北市長選舉陳時中可望披掛上陣 空下來的指揮官誰來接前副總統陳建仁呼聲高 從陳時中淡出疫情記者會到陳建仁平凡談疫情 看得出民進黨持續推進布局 好 那麼這個另外是林佳龍 他也接受網路節目的專訪 他說如果這一戰由別人上場 他就準備下個戰場 他的角色要放在哪個戰鬥位置 他是開放的 林佳龍說 在底牌還沒有掀開之前 自己獲得徵召的機會還有一半 現在很多人在操作媒體跟造勢 但他相信決策者心中有一把尺 他會對提名結果負責任 要讓民怨有出口 民進黨才能繼續向前走 否則會繼續失血 對下一戰2024總統大選會有影響 他說他會尊重徵召 如果是別人他也會全力輔選 他說台北除了要具有首都的重要性 也會是2024總統大選的領頭羊 如果北北逃都被在野黨拿走 中央將陷入困境 我想請教一下民怨 這是你說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非我莫屬 因為他有說到 其實我覺得林佳龍在爭取這個位置的時候 不要傷及這個所謂的同黨的 因為他有講到說陳時中如果出來選的話 這個什麼疫情會被人家做文章或怎樣 我覺得這個對陳時中 不是很好對林佳龍也不是很好 那我覺得林佳龍一向就是採取所謂北北逃 應該是有一個連線跟戰略觀 這個我們可以同意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像這個時候 恩恩案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他願意清爭這個所謂的新北市 恩給這個侯友宇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牌啊 如果他覺得真的需要北北逃是一個戰線 一個戰略的這個部署的時候 他自己為什麼不願意去新北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機會 因為總統也希望他去新北市嘛 那黨內當然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有意見 但是我是覺得是可以協調的 如果佳龍是那麼有戰略觀的人 然後他也願意這個整個為這個 這個北北2022年的民進黨 有些這個貢獻的話 我覺得他在新北是一個戰將啊 請教方老師 這股有什麼意思 要讓民怨有出口 民進黨才能繼續向前走 是什麼民怨 當然啦我們看到剛剛幾個民調 陳心中因為最近從五月開始的這個疫情 他有下來 但是我相信到六月份的時候 應該會回復就跟去年一樣 去年五月也因為疫苗不夠嘛 後來到了六月疫苗夠了七月 他又民怨又回來了嘛 我覺得這個這個輪迴是如此 民進黨剛剛講過最基本四十趴啦 那我覺得這次的選情很像一九九四年 那一次沙沙都 阿別那時候拿多少 拿四十三 百分之四十三 趙少康拿百分之三十 黃大洲拿百分之二十五 黃三三再怎麼差 我認為他有二十趴啦 如果他再怎麼差有二十趴 那就是陳時中當選 對 所以這個時候 蔣萬安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 那個陳時中 如果真的出來 誰最高興 誰每天會講話 柯文哲啊 柯文哲來講 陳時中是天菜啊 他一定每天炮打 你看他昨天不是炮打蔣萬安 你的體能又比我好 你有比我聰明嗎 你有比我有意志力嗎 如果是柯文 如果是陳時中出來 他一定每天批評陳時中 是 那個焦點就會歪掉了 就變成說 蔣萬安沒有了 然後黃三三呢 因為柯文哲的支持 他可能民調 還會往上走一點 所以說蔣萬安要最擔心的是 他會被邊緣化 那我們再講 兩千年的時候 二零二零年 蔡英文選總統那次 前年 他拿到的是臺北市五十四趴 所以說 我們再回去看 不過蔡英文的選票是大於民進黨 是大於民進黨 對 可是我們看就是說一九九四年那時候 如果趙紹康加上黃大洲是五十五趴 就變成顛倒了 經過了快三十年之後 藍的五十五趴 變成蔡英文是拿五十四趴 那所以這是國民黨的一個警訓 就是你因為可能 因為大家對於蔡英文的支持度 他也就是民進黨的肯定 跟過去大家覺得說 台北市就藍的一片 很鞏固 不能夠突破 我覺得未必 那我想請教一下蘇委員 新北市應該是誰去選比較好 新北市其實我們從很久以前 就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戰將 來跟這個侯市府對抗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主張說 可不可以陳時中也來選新北 我說陳時中來選新北 我第一次做做選完 那之後當然我們也聽過 也有徵詢過很多的人選對會 你現在還是主張新北市去陳時中去 陳時中今天要來我新北 我也很高興啊 不是說他要去選台北市 但是最後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機制是選對會 討論 綜合討論之後 最後有結論了 然後由總統徵召 所以在這個會議之前 還沒有結論之前 總統還沒有接牌之前 他不會說連我們也都不知道 所以有聽過有部長記 也有資深委員的 其實種種的都有 但是我是認為 其實不管是這兩種 其實就像佳龍部長說的 不管是部長級的 他們都有這個施政的經驗 或者是在地的立委 資深立委 因為對市政也很顯熟 其實我是都支持的 因為我們在地立委 其實對於市政府的種種確實 就像恩恩案這次一樣 其實我們知道的資訊 也不輸不長啊 所以我覺得也都很好 我覺得臺北市民黨 不會提林佳龍 因為他講話一直得罪人 他三月的時候 他講說民進黨在臺北市 從來沒有認真推個像樣的候選人 其實不是得罪人不得罪人 是看民調啦 是看民調來決定的 你一個人提名也是算科學 不是算國民黨這樣子的 然後再來 那也OK嘛 反正不會提他嘛 結論是一樣的嘛 那他剛剛講那些話 其實也是有上到陳時中 因為他一直講 他一直覺得說提陳時中不行嘛 所以他覺得提他才會贏嘛 那可是可是民論也剛剛講一個重點 就是他為什麼不願意來新北 因為我們新北 其實蘇貞昌出小會那邊勢力很大 蘇貞昌其實不喜歡林佳龍 你看蘇貞昌被問到說要支持誰的時候 他點說羅智貞也很好啊 吳秉瑞也很好啊 就是沒有講到林佳龍 我覺得如果說蘇貞昌願意鬆口講林佳龍的話 蔡英文徵召林佳龍的機會會高很多 那所以我 但是我講的是事實 敏鳳姐也是這樣認為 所以呢 你不要什麼認為 我沒有什麼認為 建議一下蘇貞可以為黨舉財 把林佳龍這個扶出來 不然他一直在臺北市搗亂 也是會傷害到陳時中 這個部分我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討論這個新北市人選的時候 佳龍部長確實是在名單之內 不過因為佳龍部長的心意很明白 所以他講了好幾次 所以後來就漸漸淡出新北的討論 主要是佳龍部長自己表述的狀況 但是最後會不會又這個又回鍋等等 其實我們也都在等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高雄 因為柯智雯可能在明天 國民黨就要通過徵召他選高雄市長 那他今天接受網路的這個訪問 結果他竟然 衛舞營竟然假成大舞營 高雄音樂中心竟然講成南部音樂中心 然後他也說這個愛情摩天輪 如果他去選絕對不會提這個證券 來我們來看 高雄或許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我就給他翻個白眼 我覺得黨中應該是幫我們候選人排除這些 這樣才有辦法 否則還沒出師就先出師 傳出將在本週三接受國民黨徵召出戰高雄的柯智恩 接受臺北市議員中佩議軍專訪 字報被徵詢的當下用白眼回敬黨主席朱立倫 不過幾經深談 柯智恩也有意一戰 正面迎擊空降參選批評 我人生的第一棟以我名字的房子 就是在高雄延程區離開的三十幾年 那是一個事實 但是高雄一點都不陌生 不過國民黨要選高雄最大難題 恐怕還是當初拋下高雄市民 去選總統的韓國瑜 柯智恩急著強調自己作風 絕對不同於韓國瑜 對於韓國瑜選舉掛嘴邊的這項政見 也避之唯恐不及 他已經是韓市長的一個時代了 言下之意韓國瑜說的做的通通和自己毫無關聯 但和韓國瑜劃清界線 還主動提到愛情摩天輪 真能讓高雄市民重新接納國民黨嗎 愛情摩天輪對高雄來講可能是一種痛 聽到韓國瑜的粉絲裡面也是不舒服 可能會又先到那個救傷吧 現在就是要趕快打預防針 幫自己明哲保證 他不想要在這邊 就因為一場選戰者的一身心 柯智恩最快二十九號就會被徵招提名 從他急著切割的發言 也看得出國民黨極力避免韓國瑜 拋下高雄帶來的負面殺傷力 繼續重傷藍營年底選情 明鳳你是女生 你又是台中人 你知道高雄有個大武營嗎 衛武營 我沒有聽過大武營好不好 我聽過衛武營 那為什麼會假成大武營 那可能是一個大武三吧 沒有 衛武營 長期都在台北 他其實對南部比較不熟 但他故鄉也是在屏東 那屏東恐怕比較熟一點 但是也不是很熟 那對高雄當然就剛下去 所以就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回答的時候 要這個好好的做好功課再來說 那因為講出大武營這種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衛武營是很出名的 這個台灣的 這男生一定都知道 一定去過 心訊中心 是是是 來 將軍看 其實這一次 這個柯志仁只是朱立倫一步棋而已 我講實話 朱立倫真的有想過 柯志仁會在高雄贏過陳其邁嗎 我是打個問號 我是打個問號 可是朱立倫必須要做一件事 就是這一次我朱立倫當黨主席 我所推出的市長級的候選人 跟前面都不一樣 第一 我不跟派系妥協 第二 我絕對不染黑 第三 那一定是我朱立倫精挑細選 力排眾議產生的候選人 你看臺北市沒有問題嘛 那個是蔣萬安 形象很好 暖男型的 桃園 張善政 天哪 那是什麼 學歷又好 精力又漂亮 而且曾經是因為加入國民黨後才參選的 你看多漂亮 柯志仁 我想柯志仁從來沒有想要去選高雄市 從頭到尾他就沒有去想 為什麼 有誰告訴你那個地方是油鍋 你就一定要去跳的 沒有人嘛 沒有人做這件事 可是呢 那你是油 國民黨的油鍋 那誰選得贏 誰選得贏 我想 以高雄市來講 有哪個國民黨說我去一定贏 你問柯志仁說你會不會贏 他一定笑笑跟你說我盡全力 對不對 就是如此 不會贏的啦 高雄國民黨不可能贏的 可是有一件事 柯志仁必須要幫朱立倫完成 就是不能讓他的一文席次 掉超過三分之一 這很重要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很多 因為上次國民黨的議員是一個超額的 是因為含流造成他們超過他們應有的實力 所以這次會掉的很多 現在三十二個 現在三十二個 三分之一就實習 實習 你絕對不能掉超過實習 可是研判是一定會掉 一定會掉 但不要掉到實習 實習太難看了 所以柯志仁現在下去要做一件事 那這樣他連議長 副議長也都沒了 那當然沒啦 當然沒 所以不能掉啊 因為國民黨現在這對他們講 基層來講太重要 如果這樣子一掉 整個高雄 不要說韓粉 那整個都失敗 那柯志仁是個頭腦清楚的人 他很清楚 到了高雄去 第一 你絕對不能拿韓粉 當成你可以達成任務的唯一保證 因為韓粉沒有用 但是害你絕對可以 為什麼不支持愛情摩天輪 因為那個是個笑話 那已經成為一個笑話 那這樣不是得罪韓國瑜跟韓粉的嗎 對 韓國瑜欠他一次 對 欠他一次 美白小腿已經欠他一次了 對 因為小白腿的問題欠他一次 那他公開講說我會用我的小白腿走遍全高雄 我也自己幽默了一次 那但是我也要告訴你 愛情摩天輪我不會再提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對手已經拿這個來笑你 你要成韓國瑜的這個力量 繼續往前走 愛情摩天輪要不要蓋 還要不要去南海挖石油 都會問 愛情摩天輪我不會再提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對手已經拿這個來笑你 你要成韓國瑜的這個力量 繼續往前走 愛情摩天輪要不要蓋 還要不要去南海挖石油 都會問 所以他就直接先把愛情摩天輪說 這個我絕對不會提了 但是我會做出一個跟韓國瑜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的清醒必須要持續 因為韓粉很容易讓人沖昏頭 如果這時候他沖昏了頭 那柯智恩都不正常了 那朱立倫的如意算盤就壞了 我是覺得他們沒有在背 真的要選高雍市長的人 當時去在背 你看李梅珍 嚇死人 魏武營講成大舞營 魏武營現在是流行音樂的中心 然後就像昨天 那蔣萬安把猴豆講成牛豆 對他防疫不懂 講錯了 那柯智恩也表示他對當地的生疏 我是覺得柯智恩很可憐 就是拿來 就是把他被朱立倫徵召召來 把他選完 選完 過一下場 對 問個導遊就這樣子 進來現在 請問你 柯智恩選完 戶籍會不會簽回台北 一定簽的 他東西 他就是來這邊住了 臨時再簽幾個月 然後就回去 這種沒有任何的決戰意志 沒有參選意志的人 我相信那些小雞 會願意讓他來帶嗎 那這樣光形象有什麼用 這樣光形象有什麼用 對啊 這當然沒什麼用 所以我